大学生点选了健康心理假 选择让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有一个管道可以请 就是心理假这种假别的话 就会让我们就是比较安心 同学最近心情还好吗 重视学生身心健康 以台北医学大学为例 早在去年10月通过健康心理假 不用付证明一个学期可以请5次 让学生依照情况调试 请假也会同步联络学校心理师 适当给予咨询和帮助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4位学生 请过健康心理假 身体不舒服我可以请假 但是为什么我心理不舒服不能请假 就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 生理跟心理是同等重要 当我勾心理假的同时 我会把这个information mail给我的辅导中心的老师 非常多的年轻人 他不论是有失眠 或者是直接对于生活 确实有一些困境 所以譬如说我们看到忧郁也越来越多 那我们在其实高中以下的校园 这样的状况也越来越常见 假别的用意在于让学生 暂时远离学院压力 减轻情绪负担 同时寻求专业协助 他们可以透过这个心理假 等于说他今天会有一个空档的时间 那可以到辅导中心 或者是说他愿意去学校附近的社区的心理智商所来求助 当然有些人可能就会直接去身心科 截至目前教育部统计 全台18所大专院校通过健康心理假 避免美意遭到滥用 同学在请假的同时也要想想 自己该请假了吗 大爱新闻陈品杰简员及台北报导